教育、环保是新北市其实分享网的三大主轴 瑞芳去义方国小特别希望这样不浪费的理念 也能在瑞芳学子心中扎根 26日特别邀请新北市社会局及艺术团队 来到身上的小学校 跟孩子们一同了解这些没运用到的食材 可以变身成什么创意料理 我们看到食物银行及社会局 对于我们偏向的一个关怀 也对于食物珍惜的一个用途 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引进到学校的食育教育 透过今天的活动的一个安排 让孩子有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 社会局这边我们结合了 我们的很多民间的这个共餐的单位 让我们的这个食材 就是从市场或者是一般民间的企业 他们愿意捐助的这样的一个蔬果 还有肉品 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社区 能够有这个共煮的时候 有多的一些食材 照卫福部环保署的统计 我们台湾一年大概会丢弃掉 三四百万公顿的这些的食物 没有使用 没有妥善的应用这些的食材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怎么去珍惜我们这些既有的食物 而不让它浪费 这是我们新北市社会局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希望说把这样一个习食的观念 推展到整个新北市 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很多NG食材因为不美观或是烧带瑕疵 因而被搁置不用 在感恩节这天 为了带头让孩子们展现不浪费的精神 新北市议员李一起与孩子们一同体验制作创意的 席食披萨 从冷冻席食蔬菜火腿开始 在老师带领下孩子们小心用刀具切断 然后堆叠在义厨们提供的佛卡撒面包上 撒下起丝条让馅料固定 这次也特别利用行动烤箱 让孩子们得以吃到现烤披萨 学生们满足的表情 证明着西施食材也能很美味 本来食材要被丢掉 可是我们觉得很浪费 所以又把它拿来使用做成好吃的东西 我们买的食材要把它买到 我们可以吃得完这样子 不要浪费 我们的营养午餐都有吃逛逛 如果我们都从学校做起的话 我们都可以珍惜食物 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 小朋友非常的开心 让他们亲自完成了作品 然后也能够去了解到 整个食物的来源缘由 然后另外我们今天 在整个环境循环教育里面 我们也让小朋友了解 黑水蒙的农业循环经济 也让小朋友知道 怎么样厨余循环再利用 然后也能够让小朋友 把家庭把学校所学的带进家里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环保 然后更爱惜食物 这次除了披萨DIY 社会局也精心安排学生认识 黑水蒙吃厨余的主题 让料理体验后 孩子们能借循环生态的观察 天天记得食物的珍贵利用 新北习食分享网 至今已重新运用超过570顿的 鱼浴蔬果及肉品 超过76万人受惠 希望此次活动 由小孩推广到大人及家庭 让习食理念 加强地方运用食材的能力 记者超浩文瑞芳采访报道